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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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跟大家介绍 這個 大索印的四個層次 那什麼是大索印呢? 這個按照日面上來講 很容易被人家誤會 它是一個索印 這個解起來 這樣子就是大索印 其實不是 密教裡面談到 這個大索印 就是講 一個凡夫啊,從一個凡夫 到了佛 這一個修行的這個過程 就叫做大索印 這個大 大是 也就是講 圓滿的意思 圓滿 手呢,就是修行的過程 印呢,可以講是一種印證 這個是從凡夫啊 一直修到這個成為 佛果的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 就是叫做大索印 並不是筆索印 那麼 大索印呢 有四個層次 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啊 就是這個專一 那麼很多這個很多弟子啊 經常問我 他說這個修行啊 要怎麼樣子修 那麼我第一次跟他們回答 都是講說你要專一 專一 啊,修行怎麼修 我都回答兩個字 專一 事實上啊 這個專一啊 是修行的第一個基礎 也可以講是第一個層次啦 為什麼呢 你沒有專一的話啊 你就修不出東西 這個是一定的 這密教本身來講啊 好像我們在收拾這個念頭啊 本來我們念頭很多的 數不清的念頭 但把所有的念頭啊 收歸於一 就是第一個 要做到的 那修行人啊 不能這個 他的這個心念啊 越來越多 那麼越來越雜 你表面上講說 哎呀我是一個行者 是一個修行的行者 但事實上啊 你是越修啊 越複雜 越修越複雜就不對了 好像你的 這個心情一樣啊 你的心啊 是越修啊 越輕 才是對的 你假如是說 越修啊 越 柔啦 柔就是台語就是柔 就是濁啊 越修越濁 那就是不對了 你這個 啊脾氣啊 這個越修啊 越沒有脾氣 越清涼啊 那你假如是一個行者 越修啊 越火爆 那就是不對了 所以對跟不對之間啊 很很容易了 你越修越複雜 心思越來越亂 那根本就是不對了 所以修行就是要修歸於一 你讓他一切歸於一 你讓他一切歸於一 很多的念頭 變成一個念頭 很複雜的 變成單純的 很火爆的 變成清涼的 不清楚的 變成清楚的 這個就是專一 啊 這個是專一 這個一點你一定要先 先協會 要把它變成專一儀家 啊 這可以講是專一儀家 那專一儀家的這個 結受啊 它是有結受的 它的結受啊 是很很清楚 很明很明 對於任何事情你都很明白 啊 不是含糊不清的 很單純很純 很純淨的 很堅固的 啊 這個都是專一 你專一儀家修行有成就以後啊 你就會感覺到 你的心很平靜 那你也變得比較單純 那你也覺得比較明淨 啊 很明淨這樣子 那信心呢 也很堅固 也很堅固的 信心也很堅固 這是專一啊 專一你修出來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已經算是 你的人啊 在你的人格上面來講起來 已經算是昇華了 啊 你本來是火爆脾氣的 你變成非常的清涼 你的思路啊 很清晰 你的思路非常清晰 信心非常的堅固 那你對於一切事情的看法 非常的明白 這是專一訓練以後啊 專一儀家訓練以後 所得到的一個接受跟成果 那大所運的第二個層次啊 叫做離戏 離戏儀家 離戏啊 就是離開一切的戏論 在我們一般人來講起來啊 你修行專一以後啊 你有出世的念頭 出世的 在密教裡面所謂這個 圓滿次第啊 圓滿次第就是離戏的 升起次第啊 還不是離戏 圓滿次第啊 就是離戏儀家 離開一切的戏論 所以講離開一切的戏論啊 做什麼呢 完全做出世的功夫 完全做出世的功夫 你就是為了 你自己修行啊 得到果 那麼 你離開一切的戏論 什麼是離開一切的戏論啊 好像一些那個方便法 你通通沒有了 方便啊 有人講啊 這個可以方便啊 這個是屬於方便法的 不是真正的 能夠啊 了生死的 不是真正能夠了生死的法 都叫做方便法 這已經進入出世了 入世的一切你都不做了 好像喜齋啦 爭議啦 降福啦 敬愛啦 這個你不去做的 這個就是已經達到離戏了 那麼離戏儀家的時候啊 他唯一的 就是心 完全啊 完全啊 你這個心 就是你的心靈啊 本身完全清淨的 你就是修這個明心而已 其他你都沒有 這離開所有的戏論 離開種種的入世法 方便法 完全啊 成為啊 這個心靈上的 一種很明淨的一種 出世的修行 就是离戏儀家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媽的地病 都是 crappy的 你都不知道 等我去哪一ной 是你都沒有 死你 在照片 就在那裡 你 你 老婆 老公